我是吴若荃 台湾面临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所以我们长辈需要很多的照顾 也需要提供他们很专业的服务 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 因为我家里87岁的妈妈 看到这个新闻她都很紧张 究竟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好的服务 让我们长辈在需要金融方面的需求的时候 能够让他们觉得安心 也就是打造一个金安全 金安转贷的金融环境 让长辈在他们的理财的服务跟照顾上面 都可以拥有更多的保障 这次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来自台北富邦银行资深副总经理吴亦林 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 金融业是透过怎么样的策略跟努力 打造一个金安全的环境 让我们长辈朋友 在接触金融服务的时候 可以非常的安心 而且有保障 好 那我们来跟我们的吴亦林副总经理 先打个招呼 吴亦林 你好 吴亦林 多小时好 大家好 陈如我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说的 我们要打造一个金安全 友善热灵的金融环境 那么就要请教Winny 银行业在这整个高龄化的社会环境当中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银行其实很简单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开源节流 那什么叫开源就是我们透过一些产品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客户有一些合理的收益 那什么叫节流呢 就是保障客户的资产安全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有什么很具体的方案或做法 我们银行都有一个叫做KYC 就是Know Your Customer 也就是认识您的客户 就是说我们在提供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去看看说 这个客户他的需求是什么啦 他过去的经验是什么 以免提供给他这个产品呢 不适合他的需求或是风险过高 那长辈朋友呢 因为他在风险的承受能力上 还有在这资讯的取得上 其实相对于一个年轻人 稍微比较慢一点或是困难一点 所以在这方面呢 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 帮他们选择更适当的产品就更加重要 比如说有些产品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被了解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适合提供给这个 可能他想的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长辈 可能就提供给他比较简单的产品 那这上面既可以保护他的资产 我们叫做节流 那同时还可以给他一些被动收入 让他的这个生活呢能够比较无益 对 其实这个考虑非常的贴心 因为我们长辈朋友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整个金融环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金融产品也没有那么多样化 所以如果他们一旦走到了比较高龄的阶段 其实需要更多的解说 让他们能够了解个别的需要是什么 这个贴心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理念 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 可能需要透过很多制度面的东西 让它可以落实下来 那么在台北福邦银行执行面上面 是怎么让它落实在制度里的 第一个制度就是说 我们在跟高龄客户的这个销售过程里面 我们都会加以这个录音 那在事后我们也有一些电话关怀 那这主要就是防范说 假设我们的销售人员呢 他在销售过程中因为一些业绩的压力 他去销售一些不当的产品 那同时像贷款 假设长辈朋友来贷款 那我们也有一个见证人或是代理人这个制度 也是担心说确认长辈他知道说 有一个第三人在旁边帮他 是不是他知道说他确定他自己的需求 那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的销售人员他在销售这些产品给高龄长辈 其实是不计算业绩的 对那这个原因也是因为说 我们希望说我们销售给这个长辈朋友的产品 一定是最适合他 不要因为这个业绩上的压力 造成说好像就是销售不当的销售 因为最重要的回到源头我们刚刚提到的 高龄长辈最重要还是要保护他的资产安全 对在富邦阳工作的柜台的同仁 他真的很有爱心 就是我来服务这个高龄的长辈 是出自于我的专业跟关怀 而不是为了奖励的奖金 我觉得这也可以让双方更加的彼此信任 会觉得说你真的是为了我的财产的安全 或者各方面的收益的保障来做着想 那我刚才有讲到说 现在的诈骗真的非常的猖狂 你看到那个电视新闻 不论是在海外或在台湾 都有这些诈骗的分子 那么企图在觊觎我们每一个人的财产 那当然不只是长辈朋友 年轻人可能也会受到这样的威胁 但是我们就从长辈朋友来聊一聊 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更有效的做法 来保障这些长辈朋友的安全 让他们不要受到诈骗的影响 而损失他们的金钱跟财务呢 第一个我们就是透过警民合作 我们跟这个警局或是跟政府 我们就有一些这个阻诈跟防诈的训练 那同时呢在我们这个台北富邦银行里面呢 我们有成立一个专责单位叫做金融安全部 那这是在金融业里面 大概我们是唯一的一叫金融安全部 它是专责在处理这个洗钱跟防诈骗的这个专责单位 也是可以协助银行去防止诈骗的发生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强化前线同仁 它这个阻诈的能力 那这个我们会透过这个 我们每个月或是我们就常时 我们都有一个叫做防诈快报 就是告诉我们前线同仁说 现在有什么样的样态 有什么样的新种诈骗的手法 那大家要注意 那同时我们有一个也是每个月都会开 这个所谓金融安全的约会 让大家能够更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去加强这个防诈的能力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推广防诈教育了 那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 我们有个反诈期专区 那这专区里面就会有一些影片 那告诉大家说 怎么样的防诈的形态 怎么样去防止这个诈骗 那我们有国台语啊 这个双声 然后说台译也会通 然后让长辈朋友可以看到 能够更了解 那可以避免这个诈骗的发生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 可以防止诈骗的一些诀窍或撇步 让大家能够好懂好记好执行 我们内部有一个叫做三步二要 那第一个步就是绝对不要 依照陌生人的指示去做转账 ATM 我们讲说诈骗三具不离ATM 绝对不要去做转账 跟这个ATM的操作 那第二个不要把这个重要的物品 譬如说存折啊 硬件啊 甚至现在有一些密码 都不要告诉这个陌生人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点这个不明的连结 因为现在在这个连结 诈骗连结上 譬如说简讯的连结来也很多 不要再去点 那二要说 第一个要就是说 一定要去跟这个官网 或是官方的这个客服去做确认 因为很多来的 其实它都是假的这个电话 那一定要去跟真正的确认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真的碰到诈骗了 那我们要去做什么呢 就是要去打165的反诈骗转嫌 那我们要去报案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方式 很简单的记得 那就可以防止这个诈骗的发生 那我想其实还是有很多长辈朋友 还是比较想要去银行 就是跟实际的我们的客服人员 或柜台人员有面对面的接触 所以就算现在整个金融在网络 在数位上面非常的发达 也很方便 但是我们还是要顾虑高龄长辈朋友 喜欢跟人近距离接触这样的需求 所以在实体的银行接触的服务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做法 让我们的长辈朋友可以真正得到比较安全 有保障的金融环境 那我们在分堂里面 我们当然针对长辈朋友 我们有一些服务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专属的 所谓乐龄的柜台 那这个就是让长辈朋友进来的时候 他可以不用排队 那他可以直接到这个乐龄 而且都是很方便可以走到的 也不用上楼 那他就可以接受服务 也不用再等待 我想这个是节省长辈朋友很多的时间 那第二个我们有所谓的乐龄专线 那我们有两条乐龄专线 是特别针对长辈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客服 那他就可以打电话到乐龄专线 那这个专线上安排的这个客服同仁呢 都是非常有经验 可以跟长辈朋友就了解他们 说话也许说话慢一点啊 讲的不是很清楚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的乐龄专线的客服 都会很细心的帮他去做解答 那第三个呢就是除了这个分堂以外 我们有一个线上 假设长辈朋友他有些长辈其实对线上的操作 也是非常厉害的 对那我们有个线上的乐龄专区 那这专区上刚刚讲的像我们有一些反诈骗的影片啦 还有一些乐龄相关的产品喔 我们都会在这专区上去做这个说明跟这个展示 然后让长辈朋友很容易就找到比较属于他的产品 也容易得到一些比较简单的金融知识 好我们讲到这个友善乐龄的金融服务喔 可以有三个很具体的做法 比如说刚才Winnie告诉我们的 在柜台上面就有一个友善乐龄的柜台 那么也可以拨打友善乐龄的专线 如果真的很熟悉这个数位操作的话 那也透过这样的网页呢能够让我们的高龄长辈朋友 在接触这些金融服务的时候能够更感觉到安心喔 也就我们刚才讲的喔 打造一个金安全友善乐龄的金融的服务 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长辈朋友这个金魂祭喔 这个金魂祭不只是怕辖这种金魂 包括我们这个金融理财方面喔 能够很安定我们的身心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金融环境里面 安享我们快乐的晚年 那么非常谢谢吴玲资深副总 来跟我们聊金安全的友善乐龄金融环境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这一些好的金融服务 帮助我们自己还有帮助我们的长辈 能够很有效的来保障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喔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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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